厨班酱油 可以哦 酱油在这上面也一样是 兄弟们秋天到了 今天给大家开一下一件北面的冲锋衣 找物上面卖到了2k多的这么个价格 这件不到它的四分之一吧 但是好大跟我说 虽然便宜但品质跟正品几乎没什么差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 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便宜又好 ok 兄弟们我现在上升了 我感受一下这个保暖效果真的是很暖的呀 然后上升效果我感觉是杠杠的 这个还是不错的 特殊叉叉的一件功能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件北面做的到底怎么样 我看了很多一个北面鉴别贴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点那个鉴别贴上面说了 黑色这块我们放大来看 它是会有着一个鞋的向下的一个纹理的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我去啊 居然真的也有其他向下纹理的 然后这个 绿色这块面料这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纹理的 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确实也是没有任何纹理的 然后呢第二点呢 就是看这个北面的这个标标吧 然后北面这个标标呢 赤售怎么看呢 我们要就是靠近点来看 肢体是要比较粗比较饱满的 然后呢不能有任何的年针断线 我们这个所呈现的效果确实一样 有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这个 阿字母这个大象腿 看一下也是非常饱满的 就不像有一些一眼甲的那种小象腿 这个做的确实可以 赤售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五金吧 它的钮扣这里呢 上面是印有这个北面的一个字母的 以后也是非常清晰的 它的每一个钮扣都会印有一个北面字母 然后它的一个拉链呢 拉链呢全部的都是配备这个 世界上最顶级的拉链工厂 YKK的一个拉链 它这个拉链有什么特点呢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它这个拉链啊 它整体拉起来就非常的丝滑 给你们看一下 可以的确实 拉开拉链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拉开我们的拉链呢 之后能不能看到 它是一个双滑道的一个拉链啊 外面这一层拉链呢 就是我们平常用的 然后里面这个拉链呢 就是连接羽绒服跟内档的一个拉链 并且呢 这个衣服里面呢 它是带有一个薄薄的一个绒布的 这层绒布的一个保暖效果啊 我只能说非常的好 因为我刚才也自己上身体验了一下 哇 是真的特别舒适特别的 这里是有两个储物袋的 这储物袋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这一个储物袋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储物袋 然后呢 你们可能会觉得啊 就是如果有时候穿着起来太热怎么办 这里你们也不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因为我发现啊 就是 两杯叶下这里呢 是有个魔术贴的 把这魔术贴撕开之后呢 里面是有一个层拉链的 然后把这层拉链给拉开 它就变得非常的通透 非常的透气 就完全可以根据你个人需求去选择 你太热了就把它打开 你觉得太冷了就把它拉上 就很 从所周知啊 北面重复音呢 它就有一个防水防有防风雷的功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这个三个功能是否能得到体现 可以 哦 这个防水性能可以啊 跟水珠一样 有点像荷叶 这个水完全是开防住 除斑降游 可以哦 降游在这上面也一样是 没有问题的 经过我们刚才的一个测试 可以看到这件衣服的一个细节 跟它的一个功能都是非常的强大的 还有很多细节我们有介绍到 比如这个肩膀上面的一个刺胸 有没有跟大家好好分析 但是这次就有什么 有没有毛病 我们来看一下 我也两个去普拍了 然后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就先结束了 最后各位小伙伴呢 能给我的视频来个 长按点赞团年 支持下我的创作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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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